别怕 有真责 陛下 莫不是要袒护他吧 只见人犯了什么过错 需要义父如此地打动干戈 深更半夜 私闯府邸 形同刺客 所以审了审 对吧 程商公 没错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楚国公不过是按法行事 是吗 可是只见人 是奉了朕的命 来处置叛贼的吗 陛下所说的叛贼 是指奴吗 你难道忘了自己 伺了朕一见吗 奴当时在教训鱼儿 未料陛下会挺身而出 未料陛下会挺身而出 奴也自请撤职 离宫私困 不论 可是朕并不同意 但此事也得到了 楚国公的准讯 也报备了六局 没错 确实如此 好 既然楚国公已经承接了你 此事就此作罢 朕也不再追求 来人 带执剑人回宫 朕并不再送你 不说 朕并不再送你 朕并不再送你 张你看 这威胁 在哪儿 你看 我 还愣着做什么 快去 是 陛下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程若鱼就算奉了圣命来此 捉拿奴一人即可 为何要滥杀无辜 我没有 你杀了 我有人证 物证 哥哥 别叫我姑姑 我说过 你我已经恩断义绝 别怕 有朕在 你们告诉陛下 是谁杀了他们 是程若鱼 陛下 这把剑 就是从他们身上取下来的 请陛下 以国法为重 请陛下 以国法为重 陛下 此事还是交由大理寺 依法处理吧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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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 以兴律 杀三人 当如何 死罪 当决 程若鱼 你本来是 你让我将军下来的 尽量 乔中 他 比我 我让严修趁机救出刘弥莎 没问题 但是 你会面临两个危机 第一 承熙对你动手 第二 就算承熙不杀你 囚府中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囚子梁的耳目 他也会杀你 只要能救出弥莎郡主 我无所谓 现在还不到一命换一命的地步 救出刘弥莎后 我会带他立刻去见齐恩 让齐恩亲自出马 去囚府救你 可是 囚子梁不会听陛下的 所以 我给你找了一个 护身符 那么 我最负有怨在身呢 你说什么 我有了身怨 按行律 夫人若犯死罪 当绝 但若夫人有怨在身 当天颤护 百日后歇歇 是不是 什么 你有怨在身 对啊 是 您不信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是谁的 是陛下的 先不说我怎么凭空有了这个孩子 就是因为我有了陛下的骨肉 囚子梁就更不会放过我了 你到底还想不想救你的好陛下 想不想一并解决立安王为皇太帝的事 我当然想 大人 您不是想问我 为何跟姑姑 反目吗 说 我方才不肯说 是因为我还对他有感恩之心 但没想到他对我赶尽杀绝 想要置我于死地 我就算为我负重孩儿 也要自保 我曾奉姑姑之命接近陛下 他许诺我 担下龙子之后 扶我而上尉 等即成帝 可没想到他突然叛变 将安王和流泥沙 带到大人这里 下月十六 便是安王被封为皇太帝之日 我有气有脑 拨来与他对峙 来查一天大打出手 胡说八道 大人 你不要相信他 继续说 没想到 我被他骗了 他利用过 让陛下与您反目 又带着紫衣局假意投靠 您知道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吗 他要自己成帝 大人您并不知道 流泥沙还没死吧 是吗 姑姑她让紫衣冒充流泥沙 杀了王林之后 又带着真正的流泥沙 逃走 这是胡说的 大人 他胡说八道 说的都不是真的 他有没有胡说本宫 自有分辨 然后呢 他想要称帝 自然需要兵权 他带走流泥沙 他就得到了朕无八万精兵 在本子衣局里面外合 臣册封皇太帝之身 杀了您 陛下还有安王 统统都杀掉 是吗 程商公 大人 您觉得可能吗 朕无远在天边 此一局不过百人 能做这等大事 那就请大人 彻底彻查三件事 第一 安王何故突然生病 第二 朕无军队是否在路上 第三 策封庆典 在丹坊门 那时劫之下 是否早已埋下机关 来人 在 马上去查 是 о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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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